亚洲股市当中台北股市在今天急拉尾盘之后 港股也被带上来了 港股在今天开低走高翻红演出 中场也涨了1.33% 跟台股一样拉两波 一波先拉上了翻红之后尾盘再急拉 而陆股也来到今天相对的高档 涨0.45% 那我们看到了在南韩的这个部分 现在这个国际原物料的消息当中 大家在关心美国的飓风 美国的飓风爱达 毁损了美国南部的股物货运站 影响到出口 这是在对于通膨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而至于在南韩当中 南韩总理率先表态 他说支持李在荣就是三星少主 重回三星的管理层 因为根据南韩的法律规定 李在荣假释之后五年之内 必须要受到就业限制 但是现在如果连南韩总理都说话了 那是不是代表李在荣真的要重回三星 在整个晶圆的追赶程度上来讲 可能就要关心一下在半导体当中的发展呢 而至于在Tesla Tesla又有消息 因为他们现在在印度要生产跟进口 降税提议传出来获得支持的情况之下 Tesla可能可以享有更低的进口关税 那我们看到了在整个法说的重点 跟股东会的消息当中 收红的法说会今天讲到了 明年的三大产品线需求成长 预估营收年增15% 那至于在高尔夫球头当中看到了明安 明安说他们的越南厂配合防疫 所以要延长停工到9月15号 几个重要的个股消息提供给你做参考 那明天台北股市就能够一帆风顺吗 还是说最近就是涨了 压回涨了正道会出现这样的格局吗 我们又请赖总来帮我们看一下一个大方向 投资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台北股市这一波的反弹 因为大环境来讲 其实连准会是要收资金的 不管是不是现在或者是明年后年 它要走缩减购债走升息 这样的方向是没有改变的 可是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涨价个股 外资明明在预估明年的获利多少 现在股价过度委屈 所以像这样大环境情况之下 投资朋友敢用什么的态度来面对呢 我想谨慎乐观去看待这个行情 第一个来看的话 我说实在的 最近很多的研究报告 对明年的涨价性都很高 过去为什么你去发表 一下多一下空 其实多少少可能跟齐全各方面 都有一些关系 但是回到为什么大家谨慎乐观看到 我们经济面很好 但是国际的氛围里面有很多的变数 大家还是要去观察 我说实在的今天尾盘的偷拉 偷拉是要还的啦 今天偷拉明天可能就 未来就还去 代表说它是不正常的一个现象 尾盘才集中火力的攻击 一定有某些目的存在 当然从9月份开始 欧美的PMI的中指 就制造业PMI 或者是在整个服务业PMI都要公布 还有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数据 这些很重要 如果说太好了 这个美元就会转强 雅谷就会很弱 这个就会要小心 因为雅谷说实在 除了台股之外 大部分都是相对是比较弱的 当然今天好不容易尾盘拉伸 量能也回升了 但是只有3000多亿 首稳在季线没有错 但是不是那么稳定 但是我觉得比较稳定的是 1803是连接1763 这个原本的下降趋势线 你突破之后站上去 我说今天的17200点碰到 它就拉了 未来这个点不可以破 这个趋势线好不容易突破了 不可以破 季线我觉得 这边不是今天尾盘这样拉 其实它不是那么稳定 当然我们也希望它能站稳 但是站稳 你上面还是有很多的压力 包括1763就来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指数的空间 可能是比较保守去看待 另外我觉得 大型股最近在拉指数 不管电传经都一样 都是外置的杰作 它要的是什么目的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但是进入9月份之后 开始在反映什么 8月份的营收 8月份营收 里面如果你之前有涨价的 还有法人的坐障的 今天讲很多涨价的题材 我觉得应该要动 应该要动 我觉得轮得也很快 今天应该说这几天 从上个礼拜开始 一个族群强 不代表第二天会续强 你不要追高 我认为目前 可以谨慎乐观看待 持股鼻动到五成 那你选股里面 除了基本面要好 筹码面前你看一下 要有投信买 要有外资买 技术面希望能够维持在 强势的均线之上 我觉得它攻击多头的力道 应该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再好的股票 如果你选到一个 错误的介入时间点 也不一定会赚钱 所以刚才不管是赖总 或者是宇哥 都特别提醒大家 在现阶段千万不要追高 你看到他的利多消息 看到股价涨去追高 往往就会面临 短线上的震荡套牢 如果我们来看 这些强势股拉回震荡 再来留意的话 刚才宇哥也谈到了 就是看均线 五日均线 守不守得住 那投资朋友该怎么样来看 所谓回测五日均线的时候 守得住跟守不住的操作策略呢 因为一个股票创新高 你追到高点下来 那个感觉真的很差 所以我在一直跟各位讲 现在的操作就是 你强势股等它拉回 那买了 黑的买了过两天 坦白讲 主力还在里面 不管是投信还是外资 还是大户 它不可能立马就出掉 所以你就用这种方式去 那大盘这一波 我定义是中继整理 因为它跌得很深 可是反弹又很强 就刚刚赖总讲的趋势线 我觉得那个趋势线 就先 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 可是操作策略来讲的话 我建议大家 就是几个方向 低基期的反弹 你要注意 因为盘面上常常莫名其妙 那个低基期一点火 就一根涨停板 所以尽量去留意那种低基期的股票 那再来就突破前好股容易拉回 那你就避免去追它 我讲白的 你不差这个股票 你为什么就堵它 要一个创新高去追 那万一创新高又下来呢 搞到心里面的不舒服 这我就觉得不太好 穷扣莫追 这个很多人放空 你千万不要去放那种 已经跌很深的 给你拉一只股票 一只涨停板 那个心理压力比做多被嘎还要难过 所以量缩的时候买黑 短线进出 像IC设计的 像安格典序 我们就不用看 像安格新挂牌股票 我看到昨天跌了五成 挂牌也跌五成 今天拉一根涨停板 对不对 但是新股票就不能放空的 所以华讯 这个我们刚刚举例子了 那再来就是强势股拉回 五日线附近 我们刚刚提到很多 像创委 通家 杨明光 其实我比较看好是投信买超的 所以这部分来讲 新唐可以留意 甚至我刚刚讲 最最近来讲 像经验 雍志科 那这些股票我觉得 当大盘还没有完全往上攻 只要它止稳 这类投信的一个买超股票 就有可能成为 它9月份的作战标的 好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股方法 你也有 分析师也有 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汉威 汉威谈到了今天 第一个注意一下当冲的个股 不要把当冲视为洪水猛兽 既然当冲比高 那就表示人气在 那只是应对这种当冲比高的个股 你有不同的操作策略 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族群 是您认为现阶段也可以留意的呢 对 当然买股票就两种 一种就是逢低买 等它上来 第二种就是追高 那现在就是看起来 追强追高的操作 因为成交量下来 所以好像没有这么容易 刚刚宇哥就讲到低基期 其实他会借用非凡的 所谓的策略 讲低基期有时候很难去讲 所以我就找一些 刚刚我们的表格里面 我把本益比抓出来 刚刚小宇开场就讲台积电 为什么可以人家有 某外资顾到700 但这不是我们讲的 就之前他用本益比乘以他的EPS 那我现在找的是本益比比较低的 所以如果将来大家拉高他的本益比 比如说像我们一赵子他都有族群性 我发现不整理 一整理赵子类股 像镇隆 永丰渝 他就是属于本益比比较低的赵子类股 汽车类股 育龙当然只有一档 其他你看像半导体相关 旺宏跟所谓南亚科 我觉得这两个也可以在一起看 如果他有族群性出现 当然你也可以加入当冲比 就是我现在给你 不是明天马上就买 你可以去看看 有没有哪些是当冲比高的 股价真的比较正向 NB五哥是最好的 我觉得最值得观察 但你不一定要先买 因为他的杂音是最多 但他居然是低基期 红基 广大 伟创 核硕 全部都列入了 这个NB族群 几乎都在里面 最后一个是跟我们最相关的 政见类股 说实在我很难去评断政见类股 因为没有量 可能少了你这个当冲 还有增加量 我们的手续费收入会差一点 但是自营部可能还是可以赚到钱 因为最近不错 所以你看像统一症 原大金华就强调 阳明这个增资之后 他好像股价有受到一点影响 现在慢慢有点回来了 还有群育症 所以刚好都有族群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你可以排面先看族群 再看当冲 反正定期期有点帮你准备好了 只要它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不是最高的操作 大家就可以多加的留意 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天故事现场 也帮大家整理出来强势股 也就是我们每天都会针对的这些 跟均线之间的乖离 还有在整个量能的部分来做一些比拟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最近符合强股条件的 就是说今天的股价 占为了五日均线 而五日线月线跟季线 那今天的成交量比五日均量还要来得更大的 总共有62档符合强股的条件 节目最后也扫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强股 符合这些技术显行的筛选 感谢你的收看 感谢三位来宾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